好,接下来关心花莲市时来运转封闭修缮将近一年还没有完工 顺便代表陈慧欣关心工程的状况 希望公所能够采取最适合的方式 让时来运转周边早日开放 而另外,花莲市许多巷陋道路易水孔过多造成道路不平整 陈慧欣也要求市公所要尽快地来改善 来维护民众的行车安全 花莲市时来运转封闭修缮将近一年还没有完工 顺便代表陈慧欣关心工程状况 希望公所可以采取最适合方式 让时来运转周边早日开放 我们也知道疫情过后非常多的观光客来到我们花莲 来到花莲一定都会到东大门 东大门的游客是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临近东大门的一个我们花莲的地标 叫做时来运转 时来运转它已经延档工期很久了 所以今天就针对这个延档的工期 来对我们的花莲市公所建设客要求他们必须要一个确确的时间 而且要把完工把这一个我们花莲所谓的地标处理好来 好让我们的那个观光落实 也让观光客对花莲留下好印象 另外花莲市许多巷弄道路泄水孔过多造成道路不平整 陈慧清也要求市公所改善以维护民众的行车安全 大街小巷的孔盖 我们的孔盖彼此比落 让我们的用路人都非常非常的危险 所以因此我们要求市公所一定要对这一个部分 孔盖的部分去做大力的检讨跟修正 以方便我们用路人的安全 市公所建设客长徐郭成也说明 时来运转目前遭遇的问题 并且表示已经在设法解决 预计在农历年前可以用不一样的风貌 开放给民众和游客来观赏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